大家好,这里是历史万花镜 明朝锦太元年,公元1450年,在蒙古瓦剌的军营里,明英宗朱祁镇哭得稀里哗啦,因为他被俘一年后,终于等来了前来迎接他的大臣,明朝红炉四卿杨善 朱祁镇抱着杨善大哭,问杨善 曾将有衣服否? 意思是,你给我带换洗的衣服没有? 杨善闻着朱祁镇身上的臭味,有些尴尬,只能将自己的衣服给朱祁镇穿上 然后朱祁镇对杨善说,躺得归,愿为前守,守祖宗陵墓足矣 朱祁镇的意思是,倘若我还能回去,情愿去做一个普通人,前守,去给祖宗守陵,不再有其他的渴求 以上记载,出自明史记事本末,卷33 这个时候,朱祁镇绝对没有想到,他不仅平安地回到了明朝 而且还能在时隔七年之后,再次当上了大明天子 明英宗朱祁镇是明朝第六任和第八任皇帝 也是明朝第一位,最后一位当过俘虏的皇帝 他的一生,极其复杂 本集将通过史料依据,为大家展现明英宗朱祁镇的一生 希望大家读完之后,有所感悟 一,庶子遍嫡长,九岁登大位 朱祁镇生于宣德二年,公元1427年,他是明宣宗朱瞻基的第一个儿子 只是,他出生的时候,还不是嫡子 这要从他的母亲孙氏说起 永乐十五年,身为皇太孙的朱瞻基已经成年 明成祖朱祁,下旨给朱瞻基选妃 由于朱祁的皇后徐氏,早已去世 因此,选妃之事由太子妃张氏 明人宗朱高赤之妻,来具体操持 张氏千挑万选 选出了两人 一人是山东胡氏 另一人是河南孙氏 巧合的是,当时四天剑向朱棣汇报说 后心直如也 意思是,郑妃应该是山东人 因此,朱棣清封胡氏为皇太孙妃 而孙氏只能为皇太孙平 此后,朱瞻基在永乐朝又做了七年皇太孙 一年皇太子,西夏却只有三个女儿 其中郑妃胡氏生了两女 侧妃孙氏生了一女 直到朱瞻基登基两年后 被封为贵妃的孙氏,诞下一子 此子便是朱祁镇 终于有儿子了 朱瞻基非常开心 再加上皇后胡氏 一直喜欢劝谏朱瞻基 而孙贵妃则有魅色 朱瞻基不顾母亲张氏和三阳等内阁的反对 废掉了结发妻子胡皇后 另立贵妃孙氏为后 朱瞻基镇则摇身一变 从树长子变成了嫡长子 宣德三年二月 朱瞻基镇被立为太子 彼时他还不到四个月 他成了大明朝最年轻的皇太子 朱瞻基非常重视朱瞻基镇的成长 不仅请了杨世奇等内阁名臣给朱瞻基镇讲课 还给朱瞻基镇挑选了一个大伴陪伴朱瞻基镇的成长 根据明史宦官传记载 王震 豫州人 少选入内书堂 侍应宗东宫 为菊狼 朱瞻基镇身边的这个大伴 正是宦官王震 由于朱瞻基对朱瞻基镇管束比较严格 而王震则善于讨好朱瞻基镇 因此 朱瞻基镇幼年时 对王震就比较依赖 宣德十年正月初三 朱瞻基病逝 临终前的当晚 天上峨眉月初卦 缺月仿佛在预示着宣宗的不圆满 朱瞻基满含悲痛 将九岁的朱瞻基镇托付给了皇太后张氏 并让杨世奇 杨荣 杨浦 张辅 胡云五位老臣 辅佐朱瞻镇 朱瞻镇登基后 是为明英宗 他改年号为正统 尊张氏为太皇太后 尊生母孙氏为皇太后 正统初年 明朝内有太皇太后张氏操持 外有三阳内阁高校运作 即使在这期间和蒙古打打打了几场大仗 但仍延续了人宣之志的繁荣 正统七年 在十六岁的朱瞻镇 迎娶前皇后之后 太皇太后张氏并逝 宦官王镇的势力 开始疯狂发展 随着三阳的陆续离世 正统后期的王朝面貌 开始以宦官为主导 内阁和清流 普遍被打压 自明朝开国 到朱瞻镇登基 明朝已经历六帝 正所谓奋六世之渔猎 但朱瞻镇第一次当皇帝的生涯 存在感并不强 如果从心理学上来说 朱瞻镇幼年 便受到严格的管束 待他登基后 仍然受太皇太后 和三阳的敦敦教导和劝谏 他的内心 急需要摆脱这些老家伙的压制 所以 他信任于自己亲近的王镇 他甚至想通过军事来证明自己 韩玉在《省事言子不二国论》中有一句 只之于始蒙 绝之于未行 意思是 将错误和祸患控制在萌芽状态 在他没有完全绞成之前 将其消除 然而 朱瞻镇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 熟读史书 他并非不知道 宦官干政会带来什么 但是 他放任了这种行为 最后只能自食其果 二 王镇善朝堂 英宗玉清征 明英宗 并且内臣不得干预正式八个大字 明朝第一个重用宦官的皇帝是朱棣 但真正让宦官参与朝堂的皇帝是明宣宗朱瞻基 他完善内阁 并设立内阁批红制度 赋予了司礼坚权力 不过 明宣宗时期的宦官 整体可控 到了明英宗朱祁镇时期 朱祁镇撤掉了宣宗时期的司礼坚 丙比太监精英 换上了他信任的王震 至此 朝堂开始倾斜 当时王震善权 到底能到什么地步呢 小编举几个例子 其一 王震亲自撤掉了朱元璋内臣 不得干预正式的铁牌 朱祁镇并未过问 其二 各地官员入京时 都要给王震准备礼物 当时的公部又是郎王佑 为了讨好王震 想和王震联宗 最后认王震为干爹 其三 每年十月举行的武将骑射比赛上 朱祁镇看上的人 不过赐一杯酒 但只要是王震看上的人 都会得到重用 所以 锦衣卫和六部 都有王震培职的亲信 其四 明朝奉天 华盖 锦衫三大殿建成后 朝廷举行庆贺大典 按组织宦官不能进场 但明英宗却让人把中门打开 迎接王震入座 另外 当时的几个硬骨头 例如薛轩 刘秋等人 因为反对王震 皆被王震杀害 明臣李诗勉 被王震绑到国子监门口当众羞辱 于谦也被王震诬陷下狱 若不是百姓们为于谦求情 于谦可能也死在狱中了 需要说明的是 王震善权 明英宗朱祁镇 并非不知 例如李诗勉和于谦之事 朱祁镇后来虽然免了二人之罪 但对王震却毫无惩戒 宠幸依旧 正统时期 明英宗主导的战争并不少 规模最大的有两个 首先便是陆川之意 云南陆川土司私人发父子造反 朱祁镇在十年内连续出兵四次 每次出兵规模都多达十万人 结果都未将战乱平息 最终将三阳留下的家底败光 国库空虚 将士疲惫 这样 让明朝对北面瓦剌的防御 出现漏洞 朱祁镇主导的第二个大规模战役 是清征瓦剌 瓦剌是蒙古三部落之一 自朱元璋登基后 多次对蒙元王朝用兵 朱蒂登基后 更是五次御驾清征 征伐蒙古 这期间 蒙元王朝分裂为达达 瓦剌和乌梁哈三大部落 瓦剌后来臣服于明朝 每年向明朝纳拱称臣 明朝每年也会给瓦剌许多赏赐 让他来制衡达达 到了明英宗时期 瓦剌势力逐渐超过了达达和乌梁哈 瓦剌太师 也先更是野心勃勃 此前 他们来明朝的使团大概只有五十人 到了正统年间 瓦剌使团的人数增加到了两千多人 明朝给的赏赐稍有不足 他们便找理由声势 滋扰边境 因此 当时瓦剌已成为明朝的心腹大患 小编始终认为 明英宗攻打瓦剌这件事是没有错的 只是 在王震的忽悠下 明英宗在策略和时间上犯了错误 明朝正统十四年七月 瓦剌太师也先兵分四路 侵扰明朝边境 朱祁镇非常气愤 欲派兵反击 这时 王震建议朱祁御驾轻征 不得不说 王震陪伴朱祁二十多年 非常了解朱祁镇的心思 朱祁镇少年登基 有雄心壮志 他很羡慕大明太祖 太宗北征草原的壮举 因此听了王震的建议后 心动不已 于是下旨 御驾轻征 切两天之后就出发 御驾轻征 还仅有两天时间 这让满朝大臣惊掉了下巴 以立部尚书王旨为首的大臣们 跪在台阶下苦劝 明史云 帝将清征也先 直率庭臣立剑 帝不从 命直留守 朱祁镇对王侄等人的劝谏置之不理 怕王侄在军中误事 把王侄留在了京城 当时四朝名将 英国公张府 已经七十五岁高龄 听闻皇帝要御驾清征 表示他愿意代替明英宗北征 明英宗哪里肯放过这个展现自己的机会 执意清征 都劝不住 皇命如山 兵部 户部 只得在仓促建做准备 七月十七日 朱祁镇刘弟弟 成王朱祁玉坚国 他带上两位内阁革臣 再加上户部尚书王佐 兵部尚书旷野 和大明朝的勋贵集团们 开启了他人生中第一次 也是最后一次御驾清征 三 王师献土木 月圆入敌营 其实 金露川之役后 大明朝虽然国力受损 但明将勋贵犹在 只要明英宗不出差错 足以抗衡瓦剌 可是 王震为了独揽大权 将张福等老将 排除在大仗之外 大明的五十万大军 实际只有二十万 全部在一个 没有任何军事经验的 年轻皇帝 和一个谄媚的宦官掌控之下 王震先是派自己的亲信郭靖 带兵打前战 可惜郭靖无能 连吃败仗 到了八月初一 大军到达大同 由于此前准备的太过仓促 后续粮草没有跟上 大军已经出现缺粮的情况 军心开始不稳 这时 前方的瓦剌大军已经撤退 张福劝朱祁镇班师回朝 这样还能保留些颜面 但王震不许 单的两天后 郭靖兵败归来 说怀疑 瓦剌在前方布下口袋阵 故意引诱明军前往 王震听完 有些慌了 劝朱祁镇班师 朱祁镇最信任王震 欣然同意 从大同回师 有两条路 要么走西路的紫金关 要么走东路的宣府 东路较劲 王震是河北遇县人 他希望让家乡父老 看到自己一经返乡的场面 于是建议朱祁镇走西路 在粮草缺乏 军心不振的情况下 大家纷纷劝朱祁 朱祁镇不要舍尽求远 可朱祁镇听信王震之言 选择走西路 可是走到一半 王震又后悔了 他怕这么多兵马从家乡过 会踩他家乡的庄稼 这样 他就会被家乡父老戳几两股 于是 王震又劝朱祁镇返回大同 再走东路的宣府回京 前前后后 折腾了十余天 八月十四日 大军在王震的迂回之下 重返大同 而此时 瓦剌大军已经包抄至大同 瓦剌人本来以为 明军已经从紫金关回京 没想到 明军自己又送上门来 而且送上门来的明军 还都是人困马犯 军心涣散之重 八月十五日 瓦剌兵马包抄明军 明英宗一方面奔逃 一方面派成国公朱勇带兵断后 朱勇虽勇 但麾下将士 已经疲惫不堪 怎是一意代劳的瓦剌骑兵的对手 最终 朱勇兵败 瓦剌人追上明英宗 明史记事本末记载 南行魏三四里 敌赴四面攻为 兵士争先奔役 是不能止 铁骑柔阵而入 奋长刀以砍大军 众罗坦乡倒即死 当明英宗的大部队 走到土木堡时 瓦剌大军快马追上 当时明军已不堪一击 大家争相奔逃 不听号令 瓦剌大军挥舞着长刀 冲击明朝败军 明军将士被杀 被踩踏者不计其数 五十万大军逃回来者 寥寥无几 在小编看来 朱祁镇之所以会折几 非将士不多 非兵力不强 时乃被王震反复折腾 军马疲惫 军心涣散 所以 在战场上 明朝将领 繁中拿着木锤 追赶王震 大吼道 无畏天下诛此贼 然后 把王震活活捶死 大军兵败 朱祁镇的下场 自然不会好 实在 他下马盘西面难做 静待被俘 当时 有个瓦剌将领 见他气度不凡 问他是明朝何许人物 朱祁镇问对方 你是瓦剌太师野仙吗 对方听闻后 知道这是个大人物 赶紧快马禀报野仙 野仙麾下有早已归降的明朝宦官喜宁 喜宁认出这是大明皇帝 赶紧给野仙报喜 就这样 大明朝第六位皇帝朱祁镇 被请到了瓦剌人的大营 一待便是一整年 这期间 瓦剌人利用朱祁镇 来要挟明朝 要钱要地 赚取巨大利益 同时 瓦剌人攻破宣抚 大军直逼京城 大明王朝自开国以来 最大的危机到来 四 英宗再归朝 中秋入南宫 王氏兵败 皇帝被俘 敌军杀向京城 消息传到京城后 满朝震惊 负责监国的城王朱祁玉 不知所措 孙太后掩面痛哭 大臣们更是慌乱不已 以徐有真为首的大臣建议 立即迁都南京 最后 吏部尚书王职 兵部侍郎 于谦建议立即召集兵马 坚守京城 并惩处宦官党羽 得到了朱祁玉的认同 由于太子朱建身年仅两岁 不足以应对乱局 为了避免瓦剌人的讹诈 于谦等人向孙太后建议 改立朱祁玉为帝 尊朱祁玉 太上皇 朱祁玉再三推辞 于谦大义凛然地说 我等并非为了自己 而是为了大明朝的安危 朱祁玉这才坐上皇位 改元景太 接下来 朱祁玉任命于谦 为兵部尚书 全权统筹京城防御之事 于谦集兵马粮草 任命勇敢的将领 修筑坚固的防御攻势 让明朝精锐 驻扎在城外 被呈列阵 团结军民 历经艰险 终于打赢了京城保卫战 赶走了瓦剌兵马 然而 接下来如何对待背负的朱祁镇 让大家犯了难 朱祁玉好不容易坐上皇位 自然不肯再下来 所以 他不想接朱祁镇回朝 但是 朱祁镇毕竟曾经是明朝的皇帝 又是朱祁玉的兄长 如果不接回来 于情不合 历部尚书王侄 是个耿直之人 他尚书给朱祁玉 希望派使者去接回朱祁镇 朱祁玉没有回应 王侄便反复劝谏 朱祁玉最终说出自己的担心 我非贪此位 而清等强树烟 金赋作分云合 朱祁玉言辞凿凿 并不是我贪恋皇位 当初你们非要我登基御敌 现在如果接皇兄回来 我当如何呢 最后 还是于谦发了话 于谦说 大魏已定 太上皇即使回来 也不能干预政务了 但他作为大明朝曾经的国君 我们还是应该把他接回来 于是 朱祁玉派红卢四卿杨善 前往瓦剌 去接太上皇朱祁镇 杨善本以为 朱祁镇作为帝王之尊 即使被俘 瓦剌人也不至于为难他 但是 情况和他想的不一样 明史既是本墨云 所居詹役丈夫 时影皆山落 牛车一胜 为疑淫之巨 上皇一气 也先把朱祁镇 安排在一顶粗布小帐篷里 平时饮食都是新山的羊肉和羊奶 另外 转移牧场的时候 还给朱祁镇一辆牛车 事实证明 帝王和俘虏 待遇的差距的确盼入云尼 朱祁镇见到杨善后 顿时觉得委屈 大哭起来 然后便出现本集开篇的那一幕 朱祁镇问杨善 有没有给他带换洗的衣服 杨善没有想到这个细节 指得将行李中自己的衣服 临时给朱祁镇换上 然后 朱祁镇问了朝廷的大概情况 对杨善说 我若能平安回去 宁愿做一个老百姓 为祖宗守灵 不敢再有他面 杨善和瓦剌人交涉 要求接朱祁镇回朝 实在 也先问 上皇还 更临欲否 善言 天位已定 不得在意 瓦剌太师 也先问杨善 太上皇回去后 还能当皇帝吗 杨善说 大魏已定 不会再改变了 也先默然 最后决定放朱祁镇回去 锦太元年八月十五中秋节 朱祁镇终于回到九围的北京城 巧合地是 一年前他在八月十五宾拜土木宝 成为俘虏 而今又到中秋 他刚好回到北京 只是 朱祁镇没想到的是 这个八月十五 他再次成为囚徒 因为朱祁玉和朱祁镇 进行简短的会面之后 就把朱祁镇 关入了南宫之中 月满中秋 当月光入喉时 朱祁镇不知是何种滋味 朱祁镇在南宫的日子非常孤寂 只有他昔日的皇后前世 愿意陪在他身边 而朱祁玉 为了防备朱祁镇 不仅将南宫的铁锁灌签 还将院内的树木全部砍掉 只在门上开个小洞 来递送饭菜 在南宫之中 朱祁镇夫妻度过了七年时光 小编认为 朱祁镇被求七年 虽然有些可怜 但并不值得后人投入太多的同情 可是 他的妻子前世 应该受到尊敬 对于明代宗朱祁镇来说 囚禁自己的兄长 于常理 是违背人伦的 然而 我们翻遍史书 在微微黄泉之下 多少兄弟畏首大位 而手足相残 所以 相比之下 小编认为 朱祁镇能接兄长回来 给兄长一个立足之地 且不予加害 让兄长安度余生 已算是有慈悲之心了 朱祁玉虽然慈悲 可是他没想到 七年之后 南宫的大门会被人打开 朱祁镇会再次预计 五 夺门出宫墙 复辟图英雄 公平地说 明代宗朱祁玉 是一个颇有作为的帝王 他抗击外敌 整肃朝纲 治理水患 重用于谦等先臣 在朱祁玉的治理下 大明王朝 渐渐从土木堡之变的阴霾下走出 开始逐渐恢复国力 然而 朱祁玉在位七年 唯一做错的一件事 就是东宫益楚 起初 孙太后之所以同意朱祁玉登基 有一个前提就是 朱建森的太子之位不便 这一条朱祁玉是同意的 到了景太三年 朱祁玉不顾众人反对 废掉朱建森 立自己的儿子朱建棋为太子 可惜 朱建棋只做了一年的太子 便夭折了 这让朱祁玉颇为伤感 小编之所以说 朱祁玉一处是错的 并不是说他的做法不合常理 而是认为他错在违背了承诺 朱建棋去世后 东宫楚卫空玄 景太八年 朱祁玉一并不起 由于楚卫未定 让大明朝的未来充满变量 当时 胡盈 王子等人 建议复利朱建森 而王文等人 则建议迎接湘王朱瞻善 朱高赤嫡子 朱瞻姬同母帝 回京担任黄楚 在混乱的朝局之中 以徐有珍 石亨 曹吉祥 张岳为代表的投机派 为了争得拥立之功 开始筹划夺门之变 正月十六日 曹吉祥秘密请孙太后下一旨 然后联合石亨等人 趁夜撞开了南宫大门 当时 民音宗听到 有撞门之声 非常忐忑 待见到石亨 张岳等人手持兵器进入南宫时 更是惶恐 根据明史记事本末记载 上皇逐下读出 呼亨 月曰 而等何为 众府符合慈云 请陛下登位 朱祁镇在烛火下走出房门 对石亨 张岳等人吼道 你们想干什么 石亨等人连忙跪下 请朱祁镇登机 在迎接朱祁镇出南宫的路上 朱祁镇还不知道石亨等人的名字 连忙问他们是谁 分别是什么官职 对于朱祁镇来说 这些投机者 是他重建天日的大功臣 待到次日天微微亮 上朝的钟声响起 大臣按班次入朝 大家发现坐在龙椅上的 竟然不是皇上 而是太上皇 都非常惊讶 徐有贞大喊道 太上皇复辟了 群臣这才下跪 朱祁镇登机后 朱祁玉还缠绵在病榻 他听闻太上皇登机后 说了三声吼 然后面对墙壁躺下 十三日后 朱祁玉病逝 朱祁镇耻夺朱祁玉的帝号 以亲王之礼 将朱祁玉葬于西山 位入地灵 小编对于夺门之变 感慨良多 夺门之变 和静南之意是不同的 因为不管是否会发生夺门之变 朱祁玉病逝后 明朝的皇位传承 始终大概率会回到朱祁镇一脉 因此 夺门之变 除了多了几个拥立朱祁镇的功臣外 几乎没有任何意义 另外 夺门之变 还让一位明朝英雄被冤杀 他就是于谦 朱祁镇复辟后 须有珍提出要诛杀于谦 诬陷于谦 曾和王文一起 打算拥立襄王朱瞻尚为皇储 朱祁镇虽然久不理事 但也知道 于谦是功臣 因此说 于谦有功于设计 这时 须有珍说了一句露骨的话 不杀于谦 此举为吴明 出自明史 于谦传 须有珍的意思很明显 于谦曾拥立朱祁玉为帝 如果不杀于谦 岂不是承认 朱祁玉乃是大明正硕 那朱祁镇复辟后 岂不算篡位 于是 朱祁镇下旨 火速处决于谦 可怜于少保 他人格完美 为大明立下不适之功 最后英雄断头 六 天顺竟不顺 英宗何为英 朱祁镇第二次登基后 改元天顺 又做了八年皇帝 在天顺年间 他虽然开始任用李贤 王敖等贤臣 但仍然宠幸宦官曹吉祥 对于那个曾经让他成为俘虏的宦官王震 朱祁镇甚是怀念 明史记事本末记载 天顺元年五月 英宗复辟 司镇 会为忠所杀 照赴镇官 刻目为镇刑 招魂葬之 四字化四 四额约经中 朱祁镇想念那个陪他长大的王震 但不能名言 因此用木头雕刻王震的形状 放在志化四中祭祀 并且挂上金钟牌匾 一个人犯了错不怕 怕的是不能改正 不知道大明那五十万英魂 在九泉之下 会不会原谅朱祁镇 朱祁镇最终为他继续宠幸宦官付出了代价 天顺年间 当年参与夺门之变的功臣曹吉祥 石亨等人密谋叛乱 虽然最后被平定 但足以说明朱祁镇识人不明 师一欠部长一致 朱祁镇在第二次登基后 也不是一无是处 至少他做对了两件事 第一是他有了同情心 朱祁镇的同情心帮助了两个人 一个是朱文归 一个是胡善祥 朱文归是建文帝朱允文的次子 自靖南之役后 被囚禁于高强之中 长达五十余年 朱祁镇二次登基后 下旨释放朱文归 被大臣们称有姚顺之心 小编认为 姚顺之心谈不上 但至少朱祁镇被囚禁过 他知道高强对一个人意味着什么 他释放朱文归 主要还是源于同情 胡善祥是明宣宗的结发妻子 也是朱祁镇曾经的嫡母 上文提到过 胡氏因为五子被废除 他去世的时候 以嫔妃之礼下葬 位入地灵 朱祁镇二次登基后 在前皇后的劝说下 恢复了胡善祥的皇后之位 将他改葬入地灵 朱祁镇做的第二件对的事情 是废除殉葬 天顺八年 朱祁镇驾崩 年仅三十八岁 临终前 他下旨 传位于太子朱建生 为了避免他的妻子前世被殉葬 他要求废除帝王的殉葬制度 殉葬制度 始于明太祖时期 皇帝驾崩后 要挑选嫔妃宫人殉葬 十分残忍 从明太祖开始 到成祖 仁宗 宣宗 都沿用殉葬制度 朱祁镇留依照废除殉葬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是他历经磨难后 少有的闪光点 在帝王嗜好中 因代表出类拔萃 往往赠予年少有为的帝王 朱祁镇去世后 被朱建申尊士为殷宗 也算是朱建申 对乃父的怜悯与尊重吧 在小编看来 明殷宗朱祁镇的人生极为复杂 他九岁登基 先当了十四年皇帝 然后被瓦剌囚禁一年 又被弟弟囚禁七年 最后又做了八年皇帝 他的人生只有三十四年 但在三十四年内 酸甜苦辣都已尝变 他越缺登基 越圆被俘 人生变化 犹如月相之营虚 他打错一仗 杀错一人 接下来却有错不改 他九岁登基 八年囚徒 当了二十二年的帝王 却只做对最后的两件事 小编认为 如何看待明殷宗 其实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 首先 朱祁镇少年登基 他有着强烈的权力欲望 他虽然宠幸宦官 但并非懒正 他有帝王的主人公意识 对瓦剌也很强硬 但他缺少成熟的政治手段 和谨慎的态度 其次 朱祁镇二次登基后 冤杀了于谦等警太时期的功臣 但也重用了李贤等贤臣 他并非十足的昏君 只是不愿意正视自己的错误 最后 朱祁镇先后共济被囚禁八年 历经磨难 他对妻子前世十分尊敬 他同情朱文归 胡善祥 废处殉葬 也算是和英字沾边了 国语 楚语夏中说 人求多闻善败 以兼戒也 意思是 多听一些成功和失败的教训 对未来引以为戒 朱祁镇是一个有着功绩和过失的皇帝 我们应该从他的历史事件中吸取经验教训 在为人和为政上 给予后人警醒 参考资料 明史 明史记事本末 明英宗实录等 好了 本期节目就和大家分享到这了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次再会 感谢您的观看